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們今天要來講我們的新手影片 那這一部影片是我朋友提供給我的 OK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了 GO 哇 好漂亮的鏡頭喔 對不對 有沒有 好美喔 喔 看來我這個朋友 身上好像長蟲 對吧 這樣扭來扭去不知道在幹嘛 好 應該不是啦 應該是那個椅子 稍微比較 要緊一點或是fit一點比較好 那因為又有穿護褲嘛 所以要把它塞下去啦 OK 這我猜的啦 這是我猜的 應該是這樣 讓自己可以就是非常舒適的就是 卡在座位的裡面這樣子 OK 要開始比賽啦 很有趣 我朋友這個比的是DD2 很明顯吧 因為它是有前煞 那也不是有前煞都是DD2 它的那個撥桿啊 應該剛剛有看到啦 是在方向盤的兩旁啊 不是這樣拉的 那這樣就不是KZ了 對不對 好像差不多快出發了 為什麼我講我朋友是新手呢 這是它第一次比DD2 所以算新手嘛對不對 新手影片 那因為我朋友 測時測很爛 非常爛 因為 那個煞車比例 有不一樣 我朋友沒有感覺出來 喔我只是猜啦 所以 我朋友 他測時就測得 不是很好 應該就在 後面啦 最後一排還是 倒數第二排吧 我有點忘記了 因為我朋友有跟我說啦 所以我稍微有留意一下 來了 來了 我朋友第一次的DD2比賽 他也不知道怎麼樣起跑會比較好 欸我也是猜啦 因為看影片總是要假設開車那個人的心情嘛 這樣才會有辦法融入其中 各位說是不是 他沒有貼緊 TEMPO沒抓好 有沒有 但是也還好啦 沒有太差啦 沒有太差 普普通通 哇 進入他第一個彎 刺激耶 旁邊有一台車 嚇死 哇 哇 前面好緊繃喔 因為我朋友第一次比賽 開得比較不好 只能 盡量啦 看可不可以跟上 好前面好像有被影響到 我朋友非常幸運 過了一個 往下一個賣進 往下一個賣進 那聽說我朋友 那一天煞車才是正常的比例啦 聽說啦 那開得應該就比較正常一點點 可能我朋友有點年紀 第一次開這個 很多細節沒注意 車感沒那麼好 情有可原啦 我是覺得 情有可原 以前我單數也是比了好幾次比賽 喔 哇 這個 他開得不錯耶 超車還OK 還OK 喔 他在趴車 但是我是覺得 是很不必要的 等一下你看就知道 我不知道我朋友在幹嘛 好像很厲害一樣 趴什麼車 我不知道他在幹嘛 裝逼嘛對不對 剛剛又看到又有車從 旁邊過來 開太慢了 沒有開太慢了 我朋友現在努力往下一個集團追擊 我有講過 前面 集團在纏鬥 對我們後方是好事 我們才會越來越近 有啦好像也有越來越近 因為車子跟車子黏在一起 難免彼此會被影響到節奏 這是很難免 那後面的車子如果有速度的話 基本上應該有辦法 很快就跟上去 而且差這種一段距離 可能都大概0.5秒左右 那常常一個 纏鬥可能就大概 就可能就掉個0.5秒 好 越來越近喔 有沒有 我朋友也蠻努力的 我是覺得他 開得蠻不錯 第一次比賽 很棒 真的很棒 超厲害的 第一次比D2比賽 快了快了快 越來越來越接近了 越來越接近了 越來越接近了 那你看我朋友除了 就是煞車現在OK了以後 現在又一個了 因為他們前方在纏鬥嘛 我們就會有機會 那我朋友似乎換檔好像也有一點問題 沒有換得很好 TEMPO沒換得很好 喔!我朋友在跟後方示意 我們一起追前車 應該是這樣沒有錯啦 他的感覺應該是這樣 前方車子好像可能有點問題 放慢的速度有點快 放慢的速度有點快 跟緊 找機會 喔! 又過一個 喔! 又爬車 你看他不知道在幹嘛 裝什麼B 你看! 失誤了吧 馬上被操 有沒有 不要在那邊裝B 對不對! 爬車會影響節奏 才第一次D2比賽而已 爬女車 這我真的要嚴厲譴責他一下 真的是 爬車會影響節奏 才用第一次比賽新手 爬車 切 對不對 很厲害 你看! 馬上影響節奏就掉了 有沒有! 掉一個位子 這也是跟各位車友分享的 爬車不一定比較快 如果你還沒有非常熟 有沒有 下場就像我朋友這樣 是吧 可能有機會喔 可能有機會喔 真的可能有機會 好!拿出來 這一圈好像是最後一圈了 所以我朋友走的稍微就比較保守一點點 等一下最後幾個彎你應該可以看出來他走的會稍微比較保守一點 那因為最後一圈呢 守住位置比較重要 因為這樣離這麼大段不太可能 那你看這裡有沒有 他就直接走中間了 因為他最主要是要防守 好! 好! 這就是我朋友 第一次 參加DD2 比賽的過程 這個是預賽 他從測試完了以後 排在最後一排 還是到處第二排 我有點忘記了 那 預賽 當天 那個煞車 欸!比例就正確了 而且我又把煞車 我朋友 又把煞車皮換了一下 因為他比較喜歡緊緻的腳桿 所以這個煞車就沒有問題 但是因為到新的賽道 那個換檔的節奏 還是有差啦 因為畢竟還沒有很熟嘛 是吧 所以各位車友不要氣餒 我朋友這樣已經算很不錯了 正常來講 我覺得出的狀況 應該比以前 我以前剛開始的會更多 因為 我可能有些經驗 就傳授給車友嘛 啊車友就有學起來啦 OK 但是 你會發現 要拿到好成績 他必須就是 你不能miss掉 某一個細節 那每個細節 你都要注意到 那這一次 我朋友應該就學到一些 經驗 喔!煞車 然後再來 換檔的時機 進退檔的時機 進檔 退檔的時機 然後 煞車 好啦 那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裡啦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都會一一回覆你們 那就這樣囉 拜拜 下次見